周五,美国财政部长率领的代表团结束与中方的贸易谈判反程回国。当天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称,美中贸易磋商就部分问题达成了共识,但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双方会谈堪称不欢而散,而习近平是否会见了身为川普特式的母努亲也被方箭质疑。 当地时间5月4日,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称,在北京进行的中美贸易磋商中,双方在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不过,该报道并未具体指出究竟在哪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只是比较笼统地宣称,双方就中美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就美对华出口、双向投资、知智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均愿意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云云。 同时,中共商务部对外放风称,在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说,中方代表团在谈判中就中兴公司遭美国制裁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不满,与美方进行了交涉。 而中国新门发言人则声称,美方表示重视中方的交涉,将向川普总统报告中方立场。 美国政府方面,除了财政部长姆努欣在结束谈判的当天曾对媒体表示,他们与中方官员进行了良好的对话外,尚未对这次谈判的情况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评价。 中国电讯巨头中兴通讯因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禁令而遭美国制裁。 美国商务部上个月16日宣布禁止美国企业7年内向中兴销售部件、软件和技术。 这个举措令中兴通讯面临几乎破产的绝境。 这次为期仅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已经明确暴露出中美双方存在的巨大分歧。 外界观察注意到,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问题,而中共官媒发表的通稿中,主要是在谈中美经贸关系的大方向和机制问题, 只有一句话提及了具体议题,这显示中方更为关注的是如何把美国拉回到对话的机制上来。 但美方所关切的都是诸如中美逆差、知智产权等中美之间的具体议题。 中美磋商的重点显然不同,分歧仍在。 也有媒体注意到,姆努钦此次访华的身份是美国总统特使和财政部长, 他这次的任务应该包括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传声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直接沟通。 但中方发布的消息中并未提及习是否会见了姆努钦,此事显得十分蹊跷。 种种迹象均显示,中美双方这次其实是各说各话,分歧很大,双方中方并未对美方做出有价值的让步。 同一天,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代表团在出发前发给中国的一份文件显示, 美方向中方提出了一长串要求,其中包括从削减贸易逆差,到中国政府停止对高科技产业进行补贴, 美方还要求中方到2020年底将贸易逆差降低2000亿美元。 为期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落幕。 美方不但派出超强硬团队,美媒曝光的密件显示,美方还对中方提出一系列强硬要求。 事后中共官方通稿暗示谈判无果。 外媒解读,此次谈判最好的结局是统一继续谈判。 中美贸易代表5月3日至4日在北京的贸易谈判已落下帷幕。 5月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曝光了此次贸易谈判前美方发送给中方的一份文件。 其中提到,为了解决不平衡的美中贸易关系, 美方准备98点计划与中方展开谈判,并要求中方在一两年之内调整政策。 美方提出的要求包括,在2020年年末前将美中贸易逆差降低至少2000亿美元, 立即停止向中国制造2025计划涉及的先进技术领域提供补贴或其他支持, 将所有非核心产业商品的关税降至不高于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水平, 保证不对美国因知识产权争端采取的措施进行报复, 并撤回旧知识产权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申诉。 此外,还涉及要求中方近日出台对外投资负面清单, 放宽对美国对华投资和服务贸易的限制等。 中共新华社5月4日有关谈判结果的通稿称, 中美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 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充分交换意见, 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 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网友解读中方通稿透出的含义,充分交换意见等于争执激烈, 达成了一些共识等于基本谈不拢,存在较大分歧等于根本没法盘。 中国网络上的消息称,5月3日双方谈了4个小时, 没有任何进展,4日只谈了2个小时就告结束。 纽约时报称,因为美方态度强硬,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也没有确定下一次谈判的日期。 有英美分析称,此次谈判最可能的结果是统一继续谈判。 此次谈判的美国代表团成员,除了带队的财政部长鲁钦外, 还包括美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商务部长罗斯,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库德洛, 贸易顾问纳瓦罗以及国际经济事务顾问埃森斯塔特。 其中多名成员是对中共强硬派人物, 特别是这有致命中国艺书的纳瓦罗,尤其让中共头疼。 而中方代表由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中裁办署任由赫领队。 但官方没有透露详细成员名单。 美国总统川普在4月24日曾警告称, 如果此次会谈无法达成协议, 美国会按计划向中国产品征税。 目前美国针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征税清单, 仍处于窗口期,将在6月决定是否付诸行动。 此外,川普已下令酝酿另外1000亿的清单。 如果美方下令实施征税计划, 北京势必也会启动此前宣布的报复行动, 双方关税大战就将正式开启。 目前没有消息透露, 中美此次谈判是否就关税战展开磋商, 以及是否可能推迟征税计划。 美方商务部长罗斯在5月1日接受CNBC采访时暗示, 川普不会再容忍中共的邪恶。 他还谈到了川普对贸易战的看法, 我们现在不是打算要自杀。 我们不想让中共和美国死。 但事实是,如果贸易战继续, 他们死亡的风险比我们要大。 美方正在不断推出贸易措施, 一步步加大对中共的贸易惩罚力度, 同时一再表示谈判大门向中方敞开。 美国高级代表团5月3日抵达北京, 与中共官员就缓解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进行对话。 美媒称,美中贸易谈判聚焦技术竞争。 今年3月,为了反制中共盗窃知识产权, 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增加惩罚性关税。 川普政府指责中共以中国市场准入为条件, 强迫煤气交出关键技术。 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旨在大力发展半导体、人工智能、 自动化汽车、生物科技和其他高科技行业。 美国担心, 中共的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意味着 美国要更好的保护高科技行业, 防止中共在通过技术转移的方式变相盗窃技术, 来实现其2025计划。 美商务部长罗斯此前曾说,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创新的国家, 支持中国的创新之路。 但是美国没有想到, 中共不是在建立一个全球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而是逼迫美国在华公司交出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 川普政府的贸易团队, 在这次访华期间, 除了寻求削减1000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顺差外, 更是聚焦在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方面中共能做出让步。 华盛顿邮报报道, 川普政府已经宣布要对价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中共也宣布了报复性措施。 但中共加大力度赶超在先进技术领域的西方工业巨头, 实则加剧了中美的贸易争端, 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 报道认为, 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虽然主要涉及中共政府对中国公司提供补贴, 但该计划也要求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向中国合作伙伴提供关键技术。 而且, 北京看起来不太可能放弃这个战略蓝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教授于妙杰说, 中国制造2025年工业政策关系到中国的长期发展计划, 因此总体方向根本不会改变。 于教授认为, 中共宁愿通过进口目前被严格限制进口的美国高科技产品来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 也不会改变2025计划总体方向。 中共近期宣布放宽对汽车制造上外资所有权的限制, 但放松对电动企业行业的限制并不是中共此举的真正目的。 电动汽车是中共要发展的目标产业, 是中国制造2025工业计划中特别支持的行业之一。 彭博社的文章指, 中共想要控制电动汽车的生产, 本次释放的改革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步骤。 近期中兴因违反协议被美激活禁止令, 美政府下令美国公司禁止向中兴出售芯片, 使得中兴面临休克。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有意加快在芯片领域的大手底投入。 半导体被称为国家工业的明珠, 信息产业的心脏, 因为技术门凯高, 前期设备资金需求大, 一直是大陆科技产业的短板。 根据PWC的统计数据, 中国目前消费全球60%的半导体, 但却仅仅能够提供大约全球16%的半导体。 中共每年购买外国制造半导体的开销于2000亿美元。 在2015年, 甚至超过了原油的进口, 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产品。 专家表示, 中国芯片制造商要落后于美国和亚洲竞争对手5年。 华游引述中文媒体的消息报道, 中共政府于2014年建立了全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先是募集资本1400亿人民币, 用来投资芯片公司。 目前, 第二期高达2000亿人民币的募资正在进行中。 其投资领域预计覆盖处理器设计制造、 芯片封测等产业, 受益企业可能包括华为技术、 中兴通讯及清华紫光等。 清华紫光正在建设两个大规模存储芯片工厂, 包括在南京建设一个总投资3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项目。 报道称, 目前还不清楚中共的这些努力会取得多大成功, 因为美国的外国监管机构正在加强拒绝北京, 收购海外与芯片制造相关公司的战略。 到目前为止, 在白宫咨询委员会的呼吁下, 多起中共相关企业对美国半导体相关公司的投资化为泡影。 专家认为, 虽然中共向投资基金投入大量资金, 但仍难以对整个产业形成毁灭性冲击。 美国知名IPA市场调研机构加勃纳的副总裁成林还表示, 如现在的手机芯片市场的格局, 美国公司高通在高端市场, 台湾联发科在中端市场, 而大陆紫光集团旗下的展讯在低端市场。 还有专家认为, 虽然华为和中兴在积极追求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但中共的整体研发之处只是国外大型企业投资预算的一小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的成功也许只会是一个假设。 麦肯西咨询公司的北京合伙伙伴托马斯预计, 要等上十年的时间, 中共的投资才能够促成任何有意义的转变。 你必须解决所有复杂问题才能赶上。 你不能解决一件事。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周五, 美国财政部长率领的代表团结束与中方的贸易谈判返程回国。 当天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称, 美中贸易磋商就部分问题达成了共识, 但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双方会谈堪称不欢而散, 而习近平是否会见了身为川普特式的母努亲也被方奸质疑。 当地时间5月4日,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称, 在北京进行的中美贸易磋商中, 双方在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不过,该报道并未具体指出究竟在哪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只是比较笼统地宣称, 双方就中美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 高效, 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就美对华出口, 双向投资, 知智产权, 解决关系。 美国商务部上个月16日宣布禁止美国企业7年内向中兴销售部件, 软件和技术。 这个举措令中兴通讯面临几乎破产的绝境。 这次为期仅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 已经明确暴露出中美双方存在的巨大分歧。 外界观察注意到,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问题, 而中共官媒发表的通稿中, 主要是在谈中美经贸关系的大方向和极致问题, 只有一句话提及了具体议题, 这显示中方更为关注的是如何把美国拉回到对话的机制上来。 但美方所关切的都是诸如中美逆差, 知智产权等中美之间的具体议题。 中美磋商的重点显然不同, 分歧仍在。 也有媒体注意到, 姆努钦此次罪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均愿意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云云。 同时, 中共商务部对外放风称, 在另一方面, 中国商务部说, 中方代表团在谈判中就中兴公司遭美国制裁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不满, 与美方进行了交涉。 而中国新门发言人则声称, 美方表示重视中方的交涉, 将向川普总统报告中方立场。 美国政府方面, 除了财政部长姆努钦在结束谈判的当天曾对媒体表示, 他们与中方官员进行了良好的对话外, 尚未对这次谈判的情况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评价。 中国电讯巨头中兴通讯因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禁令而遭美国制裁, 网华的身份是美国总统特使和财政部长, 他这次的任务应该包括作为美国总统特王普的传声筒,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直接沟通。 但中方发布的消息中并未提及习是否会见了姆努钦, 此事显得十分蹊跷。 种种迹象均显示, 中美双方这次其实是各说各话, 分歧很大, 双方中方并未对美方做出有价值的让步。 同一天,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美国代表团在出发前发给中国的一份文件显示, 美方向中方提出了一长串要求, 其中包括从削减贸易逆差, 到中国政府停止对高科技产业进行补贴, 美方还要求中方到2020年底将贸易逆差降低2000亿美元。 为期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落幕。 美方不但派出超强硬团队, 美媒曝光的密件显示, 美方还对中方提出一系列强硬要求。 事后中共官方通稿暗示谈判无果。 外媒解读, 此次谈判最好的结局是统一继续谈判。 中美贸易代表5月3日至4日在北京的贸易谈判已落下帷幕。 5月4日, 美国《华尔街日报》曝光了此次贸易谈判前 的一份文件。 其中提到, 为了解决不平衡的美中贸易关系, 美方准备98点计划与中方展开谈判, 并要求中方在一两年之内调整政策。 美方提出的要求包括, 在2020年年末前将美中贸易逆差降低至少2000亿美元。